嗯 嗯 哈哈 哎 爸爸 假如你有一万块钱 你会给爸爸妈妈 一万 就是有一百万一千万 我都不带你开眼了 全就是妈妈 那假如你有485块零五毛 你会给爸爸妈妈 嗯 哎对妈妈 我是一百块零五毛 一百个拇指圣尖 358块零五毛都花不完 一百二十三个肉馅 吃一块的馄饨皮 八块我的包菜 我还能上 嗯 五指生煎 不就是用包包子的方式 包个馄饨吗 只不过肉馅的调法有点不一样 想要做出鲜美多汁 得先把花椒炒香浇水煮开 煮出香味 老鼠花椒 关键是在扔个浓汤跑进去 煮化开放凉 少量多次的浇到肉馅里 绝拌 一大盆肉馅 真是需要点臂力 绝拌到粘糊上劲就行了 我喜欢肉馅里 多多的小葱 总觉得这样吃起来更香 肉馅搞定 拿出我最大的盘子 开包 包如薛纸的馄饨皮 这包的时候是要蘸点水的 不然捏不起来 包的速度要快 不然下张馄饨皮就干了 那就会裂开露馅了 包好还真跟拇指差不多大 那接下来就可以投入批量生产了 我预计这一百个需要花个 三秒多了 太小了 我也数不清了 应该够了吧 那就得用到我最大号的电饼铛了 但为什么不直接摆到锅里 好吧 再挪到锅里 又多花了三秒 先煎个两分钟 有点焦巴了 加层薄淀粉水 盖盖焖五分钟 再收盖水分 就可以完美出锅了 哦对 还有葱花和芝麻 哇 满瓶都是生煎包 我觉得这一口可以吃仨 挺饱饱而脆 看着就嘎嘎香 我之所以做这么多 是因为待会有个神秘嘉宾 小牛适吃一元 现在正正上线了 一口没了 嗯 我终于也吃到拇指生煎了 这么大一个你能吃多少个 我能吃90个 留10个给爸爸 这肉全部都不货了 别抢了 还有一锅更好吃的呢 这包菜只用外面四五层的绿色部分 全部切成集气的丝 扔盆里 撒上盐 杀出水分 再切点洋葱碎 拌到刚才生的肉馅里 进行个改造 再把预留出来的虾芭蕉壳壳 这我用两秒就能搞定了 包菜洗掉盐 钻钻干 开始第二种 包菜虾仁生煎 肉馅包住虾露出背 包菜粘一层在肉馅上 就是一个霸气外露的五瓶生煎了 这次我就直接码在锅里了 满满再喷点油 开煎 香味飘出屏幕了 这个就得上下煎了 讲真 菜多真的好吃 不光红利的颜值高 而且银鸭搭配也不腻 这么大粘的一口炫啊 一整颗大虾 这你能吃几个 硬盘子五成八的 有点 我还有生意嘉宾呢 只有在外面385块 零五毛可买不到啊 这简单的装饰 诶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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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地呢 乌地呢 我被隔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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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多怎么办 我替他死了 哈哈哈哈 喂 早餐吃什么 卖叔叔的薯饼 没有土豆 跟我来 吃什么 哇 挖了土豆了 收拾他妈 这一大早收获不错 把刚挖的土豆收拾好 切片蒸半小时 正好盛到盆里 打成土豆泥 加点盐 鸡精胡椒粉 两勺玉米淀粉 捏把均匀 喂省点油就不炸了 刚才的土豆泥捏成饼 中小火煎到两面金黄 看着颜色就一样口水了 最后淋点番茄酱 简单美味的薯饼 就可以吃了 口感跟慢熟熟的一样 外脆里嫩 早起的鸟儿有蟲鸡 吃完该去上网课去 好嘞 我吃饱了 你不是喜欢吃炒蛋吗 怎么都剩下了 我喜欢吃也不能天天做呀 那你今天先把它吃了 我明天做别的 我不吃 再也不想吃鸡蛋做的任何东西了 这可是你说的 行 还长脾气了 不幸治不了你 先把它的牛奶拿来240克 加100克棉白糖 100克食用油 油够亮才会酥脆 然后搅拌至糖融化 成一个颜色 这时候重点来了 加3个鸡蛋进去 搅拌融合到完全看不出来 少量多次的加入200克面粉 边加边搅 防止洁面疙瘩 搅拌成细腻无颗的面糊后 加3勺黑芝麻 蛋卷的面糊就做好了 电饼盛里咬一勺面糊 烙个4-5分钟就差不多了 中间可以多翻开几次看看 橙金黄色用筷子卷起来 最后停留几秒定型 好看酥脆的蛋卷就好了 这可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啊 停 我就不信他不吃 妈我回来了 什么味这么香 哇蛋卷 干嘛 你不是不吃鸡蛋做的东西吗 我窜了 我窜了 今来一次通知修为听他 第七次精髓一次 到过大江南北 拜访了众多的美食博主 就为了给儿子做个不一样的月饼 我的计划是 先找九月画个月饼图样 再找饼印的飞衣传人刻出来 再去找南翔 要个宫顶的月饼方子 然后去大理采集最新鲜的食材 最后去SBK那做个美美的造型 就可以带回家给牛宝吃了 所以我先去了广州 顺利的从餐女九月那拿到了图纸 而且仙女还请我吃了大餐 现在就找饼印大师给刻出来 一个模具就要八百 那我这五个 好吧 那一饼印刻出来也值了 那这个时间我就赶紧飞到苏州 找南翔要房子了 应该是这里吧 是 南 南翔 来得正好啊 快快快快快快 你怎么正好 你不找我要一个月饼的房子吗 真没必要请我吃大餐 给你去我家 给你 路远 再给我加一个烤卤猪 要大的 帮我把这些虾背都开了 我就给你 开虾背是吧 那你说话算话啊 现在行了吗 先别急啊 我还没进去吃大餐呢 帮我把这些都包成了月饼 我就给你 你看我烤 我都给你烤好了 可以了吧 那好吧 拿去吧 总算是拿到了 你不妨为我给他干了一天活 今天我也赶紧去大理 采集最新鲜的天然食材了 这么大一个玫瑰圆 一朵花都没了 我这么大老远跑来的 孤零零的两朵 问遍了大理全城 总算是找到一个地方含有 大家都知道 大理可是可食用鲜花的产地 我用它做馅儿 我家神兽一定爱吃 采了鲜花 正好还遇到了一大片荷糖 这里的莲子 有自然的甘甜味 还真不是北京买的那个能比的 总算食材的采集 还算顺利 我的月饼计划 算是完成一半了 现在我得赶紧飞到上海 找三本天不做月饼了 我的月饼模具 正好也寄到了 对 是我 到了是吧 这做错了 没有弧线 再拖也拖不出来 难道我几千大洋 就这么 要不看一下南乡的方子 再研究对策吧 杀 不过 我还有新鲜的食材啊 也是 我带着满满的诚意 上门求助 叮咚 我暗号 天王干地虎 这给我的啊 对啊 这不是有求于人吗 还带什么礼物啊 进来进来进来 要说还是美女靠谱 经过她的改良 在鲜花馅里加入了百香果 我总算收获了鲜花百香果馅 和莲柔蛋黄馅 并用传统的广式皮 和儿子喜欢的幻彩冰皮 这两款口感和颜值都很优秀的月饼 小悦那我就先走了啊 喂 请我吃饭 不用 看在她准备这么丰盛的份上 那我就请她浅尝一块月饼吧 这月饼真的很好吃 我先走了 下次再来赶紧算算吧 那好朋友之间 当然不能太吝啬 难道我要空手而归了吗 不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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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